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挖井得人。 挖井得人 有个姓丁的人,家里没有井,经常要派一个人外出取水。 后来他家挖了口井,就告诉别人,我挖井得到一个人。 大家就说,丁家挖井得到一个人。 国君听到了派人问姓丁的,丁说,我说的是得到一个人可以使用,不是在井中得到一个人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,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有一种传话游戏,一个人传话给下一个人。 几次传话后的结果,经常和开始有很大的不同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挖井得人 有个姓丁的人,家里没有井,经常要派一个人外出取水。 后来他家挖了口井,就告诉别人,我挖井得到一个人。 大家就说,丁家挖井得到一个人。 国君听到了派人问姓丁的,丁说,我说的是得到一个人可以使用,不是在井中得到一个人。 然后再来读一遍。 感谢观看